在创作一个雕塑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既是这个画家 又是电焊工 又是木工 又是尼瓦匠 最后还得懂板金 还是个板金工 然后才能将我们的这个雕塑作品 呈现出来 最终的那一刻 是非常令我们这个向往的 我叫王轩元 从事雕塑艺术工作呢 已经26年了 我呢从小就有一个 这个玩泥巴的梦想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依然能够坚持这个梦想 而且能够成为自己的职业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呢从小呢 就喜欢这个和泥土打交道 97年呢 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以后呢 也一直从事这个雕塑创作 创作过冰雕 沙雕 石雕 包括广场雕塑 纪念雕塑 就是一直呢 在这个行业里呢 这个墨帕滚打了20多年 我的创作的源泉呢 还是来自于我的生活体验 我从小呢 生活在新疆 比如说我创作的这个足球小巴郎 这个作品 那么它就是呢 给予我童年的这种生活体验 我们童年时候呢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维吾尔族的小朋友 光着屁股踢足球 就在我的脑海中呢 有一个深深的印象 那么就创作了这件这个足球小巴郎 这件作品 帕滅尔之秋呢 它反映的是我们新疆 帕滅尔高原 秋高气爽 雨过天晴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雕塑呢 我做了一些这个语言上的探索 就是呢 在这个雕塑引入了空间 所以在这个雕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雪山 有彩虹 有像大地一样宽广的牦牛背 以及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生活的场景 雕塑呢 在艺术门里面呢 属于重工业 雕塑家呢 他既要画稿子 然后呢 还要动电汉 然后才能将我们的这个雕塑作品 呈现出来 虽然那个雕塑呢 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创作过程 那么创作过程呢 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和这个失败 因为雕塑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创作破坏 再创作再破坏的过程 最终呢 才能呈现出我们的作品 但是当作品呈现的那一刻呢 我觉得所有的艰辛 所有的辛苦 我觉得都不及那一刻来的喜悦 更能打动我们 近些年呢 我们自己又做了一些民宿的这个项目 因为我自己呢 是从事这个雕塑艺术的 所以我的民宿里面呢 可以看到有雕塑 有这个美术馆 有壁画 比方说我们这个雕塑里呢 有反映哈萨克民俗的恰秀 有我们很可爱的这个维吾尔族的族球小大郎 有我们塔吉克的这个姑娘 就是通过我们民宿 搭造一个平台 了解更多的新疆文化和新疆元素 在今后呢 我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雕塑创作 能够结合我们的文创产品 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文化 通过文创产品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呢 来了解新疆文化 了解新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